石头,你说这咱俩家条件都不是很好 如果到时候咱俩结了婚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你说这关口重地也不行呀 圆圆 圆圆 石头,你怎么来了 圆圆,前两天你对我说的话 我自己也考虑了很久 我决定了,我要出去打工 石头 你确定要出去打工 这在外面打工可是很辛苦的 圆圆 为了你 我不怕 那行吧 石头 圆圆 你啊 一定要在家等我 等我挣到钱啊 我就回来娶你 行 石头 我等着你 那行 圆圆 我要先回家收拾东西去了 那行 石头 圆圆 这外面天那么冷 你怎么出来了呀 石头 我来送送你 你送什么送呀 你看这天那么冷 再说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石头 这外面不比家里面 你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知道了 给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吃的 你拿着 在路上吃 圆圆 你对我真好 石头 你在外面挣到钱的话 就早点回来 我知道了 你啊 在家等我 那我先走了 要不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行 别送了 圆圆 回去吧 石头 我等你回来娶我 好 哎 石头 你这出去也有一年多了吧 这也不知道 给我来个信 这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回来呀 哎 你看这小胖哥 他都结婚两个多月了 这你什么时候回来娶我呀 圆圆 圆圆在家吗 圆圆 你在家吗 小梅姐 你来了 你在这发什么呆呢 小梅姐 这你怎么有空来我家了 我这没事了 过来看看你 小梅姐 我这挺好的 圆圆 你说这石头都出去一年多了吧 怎么没回来看看你呀 小梅姐 这石头在外面挣钱呢 等它挣好钱了 肯定会回来的 圆圆 你看你都多大了 还不结婚 你看咱们村的小胖才结婚多久 他媳妇都已经怀孕了 那还挺好的呀 圆圆 这石头是不是不回来了 小梅姐 这怎么可能呢 这石头走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一定会回来的 圆圆 这男人在外面挣钱了可能会变心的 你说你 傻不傻呀 圆圆 你看你 长那么漂亮 要不姐给你介绍的好的 小梅姐 如果你是来我家聊天的呢 我欢迎你 如果你来我家是为了说石头的坏话 那我家也不欢迎你 圆圆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说你长那么漂亮 赶紧啊 找个人嫁了吧 小梅姐 你就别说了 反正我是会等石头回来的 你这个傻闺女 行了 没什么事 我走了 行 小梅姐 那我就不送你了 圆圆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说你长那么漂亮 赶紧啊 找个人嫁了吧 一眨眼三年过去了 终于啊 在外面挣到钱了 这次回来终于可以把圆圆 风风光光的取进家门了 石头 你回来了 傻圆圆 我回来了 三年了 你终于回来了 圆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石头 我 你 你什么你啊 圆圆 你知不知道 这三年来 我在外面啊 拼死拼活的挣钱 为的就是回来能娶你 没有想到 你 你竟然这样对我 石头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还不是这样 现在 孩子都有了 你就是这样等我的吗 石头 这是我对你的真心 你不清楚吗 南冒 你还怀疑我吗 我怀疑你 我还用得着怀疑你吗 现在 事实就在眼前呢 石头 这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跟你说 圆圆 圆圆 怎么了 小梅姐 圆圆 我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帮什么忙呀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带几天孩子 小梅姐 你这开什么玩笑呀 我帮你带孩子 我也不会呀 圆圆 我求你了 我家那口子呀 身边住院了 你也知道我们在这边 没什么亲戚 我得去医院照顾他 可是这孩子没人看啊 小梅姐 这我帮你看孩子 你能放心吗 我放心 你就帮帮我吧 小梅姐 可是我这家里也没有小孩吃的呀 这孩子那么小 怎么办呀 圆圆 你这就不用担心了 等会我回家就把奶粉拿过来 那行吧 谢谢你圆圆 小梅姐 你早点来接孩子 知道了 什么 这孩子是小梅姐家的 那他们怎么还没有来接孩子呀 这我也正纳闷呢 这小梅姐把孩子交对我的时候 说只让我带几天 这都半个月过去了 还没有过来接呢 那可能是小梅姐 他们家的事还没有忙完吧 圆圆 真是对不起 这我刚回来 没有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 就冲你大吵大叫的 你别生我的气 原谅我好不好 行了 石头 你别说了 你看这孩子又哭了 我估计是又饿了 是啊 这孩子那么小 可不能饿了 圆圆 那你赶紧去喂喂她吧 石头 这小梅姐她拿过来的奶粉 都已经喝完了 奶粉没有了 没关系的 我呀可以去买 圆圆 这几年我出去打工 挣到钱了 那行石头 你看这孩子 他们一直不来接走 这可怎么办呀 没事的圆圆 这小梅姐她们肯定还有什么事没有忙完 这孩子咱们两个先帮忙照顾着 那行 我估计呀 等他们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 就会过来接孩子了 你说的对 等他们忙完一定会来接孩子的 圆圆我这次呀出去打工也挣到钱了 等两天咱们就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 咱们两个就订婚 你呀等我疯疯光光的娶你 行石头我都听你的 那圆圆你呀先去照顾孩子 我去给他本来本来本来 行你快去快回 好